长山又称长卦 已说由明朝时大夫长穿的道袍改良而成 相声行归于民间取义 公认的开山鼻祖是清末的朱少文 一名穷不怕 最早也是料底演出 一席长卦便是与观众最大的区别 德云男团身材各异 郭德纲专门成立德云华服 为演员们量身定制 换成旗袍也一样 最早的旗袍真是一件大袍子 白天是衣服 晚上是被子 直到民国时期 受到西方裁剪工艺的影响 先是收腰 然后袖子不再连袖裁 而是拼肩 这样便于垫肩 女性着旗袍者凸显婀 旗袍就越发风行起来 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与世界交流日盛 旗袍的影响力也走出国门 成为时尚界中国元素的重要一环 今天的女性 不论高 矮 胖 瘦 不论明星 还是素人 都能将旗袍穿出独特韵味 当然 前提是适合你的量身定制 我们下期再聊 中文字幕-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